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挑到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一只大牌包包 买包十年的本木木子 今天给各位第一次买包包的姐妹值个招 四招教会你们如何在万元左右挑到又好看又实用 买了好几年都不会后悔的第一只包包 第一点不要买太贵的 实话讲 我觉得我和我身边的富婆朋友都觉得 第一只包包就是拿来释手的 哪怕你真的做了很多功课 看很多功课 大概率你还是不会太满意的 所以前往不要省时间 又省好多个W去买这样的一个包包 其次全网的博主都在跟你们讲 买包包要买保值的保值的 但是万元左右的包讲真 本来也就那么点价值 哪个包丢到二级市场它都是不值钱的 所以百搭耐用能赔你好几年 这才是挑选包包的关键 比如说去挑选中比较好打理的材质面料 优先考虑这样耐磨的牛皮或者是帆布皮 而不是过于娇嫩的羊皮甚至是漆皮 深色包包优先于浅色包包 这样不容易弄脏染色 并且造型要去选择这种比较方正大小合适的 这种才能去各种不同的场合 而不是去选我这种比较奇奇怪怪异形的 记住实用性一定是你们第一只包包考虑的正中之中 第三点就是第一只包包真的不用非要去买经典款 万元左右预算 想去买到第一梯队品牌的 比如说某香阿某迪某驴这种经典款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只能买到一些真的非常迷你的呀 或者是钱包卡包一类的 但是这些作为第一只包包来讲 还是真的不太实用的 所以我觉得姐妹们不用死磕 第一只包包非得搞一个某个品牌的经典款 反而你们去到第二梯队里面 选择性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我这个棕色的Fendi小包包 这是我近一年来 还真的算是最喜欢用的包包之一了 设计比较大方简洁嘛 而且它的颜色真的也很好搭衣服 而且它的容量也是不错的 同类型的我也给你们找了很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不管是什么品牌 但凡是设计感太强 或者是当季爆款街包 还有某宝真香复刻样板的 一年之内准些才过期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记忆点太强 并且设计过于时髦 第二年真的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包了 最后的最后 第一只包包一定要买自己非常喜欢的 哪怕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以后 你还是觉得那个彩色的圆形小包包 更让你心动的话 你就去大胆的把它买回家 即使以后看到只想疯狂的摇脑袋 那又怎么样呢 千金难买你喜欢呀 但是如果你们有想要买的包包 但是又拿不准主意的话 可以来问我哦 那么下次再见吧 爱你们拜拜